5万美军合围下的180师 为何是志愿军永远的伤痛 汉江岸边的悲歌 全军覆没的180师 是志愿军永远的伤痛 汉江岸边埋葬着无数志愿军将士的尸骨 1951年4月22日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响 志愿军主动出击 消灭了2万余联合国军 可是由于美军撤退的太快 战果并不显著 战前制定的战略目的也没有达到 为了强化战果 彭老总策划了第二阶段战役 180师担任第一梯队 由汉城向东进攻 攻势停止后 180师又担任阻敌任务 为兄弟部队提供撤退时间 没想到这次掩护阻敌 却成为志愿军战史上的永恒伤痛 180师遭遇了什么情况呢 他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 遇到了哪些意外呢 在视频开始前 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朝鲜战争爆发后 解放军各大军区都抽掉部队入朝作战 当时正在四川剿匪的180师 也收到了命令 要前往河北接受整编 在河北 180师的官兵们 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集结整训工作 寒冷的冬日里 士兵们穿着厚厚的军大衣 在雪地上奔跑训练 他们的呼吸 在寒风中凝结成白气 指战员们严格要求战士们 希望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适应新的环境和任务 全副武装地投入到 即将到来的战斗之中 1951年2月 180师的集训还未完成 前线战士紧张 他们被编入三兵团六师军序列 正式踏上了征程 180师的成军历史并不长 1947年才抽掉精干人员组建 大部分人员还是地方民兵 后来东征西讨 在数年的血与火中 才逐渐锻炼出来 然而由于装备较差 战斗力相对较弱 1951年3月22日 180师的将士们 身穿厚实的军装 背负着行囊和武器 踏上了充满艰辛和危险的征途 在大桥上 敌机不时飞过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但是 群师指战员毫不畏惧 高昂着头颅 迈着坚定的步伐 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色渐渐暗下来 夜幕笼罩着整片天地 他们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继续前进 坚定地走向目的地 十天的昼夜行军 让战士们疲惫不堪 身心俱疲 但是 他们仍然保持着战事的风范和精神状态 顶着风雨 忍受着饥饿和寒冷 抵达了上级的指定地点 180师的紧急部署 主要是为了第五次战役做准备 彭老总策划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攻势 只为夺回战场主动权 4月22日黄昏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但是战场上却是一片炽热 志愿军的炮兵部队打满了一个奇数 第五次战役打响了 夜幕降临 大地上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炮火的轰鸣震耳欲聋 无数照明弹 在夜空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照亮了整片战场 战场上 战士们的身影 在炮火的硬沉下 显得格外威武和坚定 第一梯队的六十军和十二军 配合中央兵团的行动 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战斗力和壮志 180师作为预备队 以其精锐的战士和卓越的战斗素养 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战备状态 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在向纵身穿插迂回的战术指导下 我军展开了有序而有力的冲锋 犹如铁骑踏过平原 所向披靡 他们不畏艰险 不惧危险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书写着胜利的传奇 到了27日 第一阶段的战斗 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将来不及撤退的联合国军部队 吃掉了很大一部分 但是还是有很大一部分 撤退到了后方 为了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 彭老总决定发动第二阶段的战役 180师被批准担任阻击任务 必须要拦住美军精锐的第十师 180师的战士们 整装待发 士气高昂 满怀信心地投身于这场决战之中 可是因为战前布置 六十军的另外两个师 都被加强给了其他部队 180师要独自聚守巨大的战略纵身 势单力薄的180师 要如何完成任务 他们会遭遇怎样的困难呢 被5万美军团团包围的180师 永远留在了汉江岸边 成为志愿军永远的伤痛 1951年5月16日 180师们迅速集结 队伍井然有序地向北汉江前进 他们要拦住美军的增援部队 为其他部队的进攻提供时间 以不到1万人的轻步兵 硬磕装备精良的美军 180师的将士们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筑起了一道道铜墙铁壁 牢牢阻挡了美军的脚步 阻敌任务完成后 180师要撤退到何方呢 他们为什么会遭遇 被美军包围的命运呢 在第一阶段的战斗中 联合国军撤退的速度很快 留下了空荡荡的防守阵地 而我军调动的部队数量太多 一时间拥挤在几处狭窄的山岭之间 毫无纵深可言 朝鲜东部山脉的地形 也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这些山脉的走势对我军十分不利 很难实施穿插战术 无论是在攻击还是防守中 对我军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同时美军经过前面数次的吃亏 也逐渐了解到志愿军的战术缺陷 那就是我军不具备控制空中权力的能力 这使得他们可以轻松封锁我军的运输线 面对这一局面 我军只能让进攻部队尽可能多携带物资弹药 可是总量消耗依然只能维持在一周左右 在之后就只能撤退 美军发现了志愿军的这一弱点后 很快就加以利用 因为每次我军进攻时 他们会有意后退让出阵地 直到我军随身携带的粮食快吃完了时 他们才会发动大规模的反攻 这一次同样如此 美军在志愿军发动第一次攻势的时候 就迅速后撤到安全地方 又使志愿军继续向前进攻 然后美军在志愿军招式用老之后 才从容收复失地 彭老总意识到了美军的动向 前线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战果 于是下令撤退 每个兵团留下一支部队阻敌 180师再次接受到了上级的命令 在接到这个重要任务的那一刻 180师的官兵们都心怀使命 他们知道自己肩负着重大责任 由于兄弟部队都被抽掉 180师要负责近三倍的防区守卫 这注定是一场异常艰难的阻击战 美军进攻的兵力和装备都非常强大 坦克 火箭炮等重型武器 密密麻麻地布置在了战场上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180师的士兵们紧张 但并没有惊慌失措 而是以昂扬的斗志迎接了敌人的进攻 整个战场上 弥漫着硝烟和血腥的气息 敌人的炮火不断地打在战士们的头顶上 吐尸飞溅 但战士们却没有丝毫地退缩 美军集结全部力量的进攻 不容小觑 180师的每个阵地 都要面对三倍于自己的敌人 大量炮弹在阵地上爆炸 志愿军战士们付出了大量的牺牲 阻击战打了两天 180师牢牢守住了阵地 没让美军快速激动的策略成功 也为后方部队的撤退 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这个时候该考虑撤退的事情了 可是因为志愿军的部队人数太多 所处的地域又太过狭窄 因此在传达命令的过程中出现了混乱 导致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这种情况 对于战士们的安全和撤退计划的执行 都带来了不利影响 十日后压倒180师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根据志斯的意思 全军将于5月23日后撤 但是由于道路紧张 让39军提前一天撤退 避免拥挤 这道命令在平日里没有错 但是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下 意思很容易出现曲解 而电台里兵荒马乱 无法确认命令真实含义 所以兵团一级 在给下面部队转达命令的时候 发生了第一次意外 由于命令的模糊性 将领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做出行动 而这与实际的命令意图相去甚远 导致了对命令含义的曲解 命令转达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180师后来又遭遇了哪些危险呢 志愿军180师被美军团团围住 唱响了汉江岸边的碑歌 成为永远的伤痛 1951年5月23日 处于180师左翼的15军突然后撤 留下了大面积的防守空白 60军的另外两个师被抽掉 180师防守的本来就捉襟见肘 现在又增添了危险 为什么15军会突然后撤呢 和之前的混乱命令有关系吗 志愿在5月22日给39军单独下命令 让他们提前一天撤退 给后续部队腾出撤退的时间 其他兵团首长误以为可以安排部队提前撤离 所以纷纷下令照做 于是在80师左翼的15军也敢在22日晚间撤出阵地 等到隔壁的180师发现的时候 天都已经大量了 敌人随时都可能摸上来 15军撤退的太匆忙了 根本没有留下接应部队导致180师的左翼空门大开 如果让美军移动过去 180师就有被包围的危险 幸归兵团将60军的另外两个师放归 179师及时堵住了15军留下的口子 付出惨烈的伤亡 才将来泛美军击退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180师和179师守望相助 还是有机会撤下去的 但是5月23日晚间的一封电报 再次击碎了这个梦想 兵团首长给各军下达转运伤员的命令 本意是主力部队暂缓撤离 给伤员留出时间 然后兵团指挥部收起电台静默转移 然而战场之上 60军首长误解了兵团命令 他联系不到兵团 所以在转达时 加上了自己的个人理解 让180师留在汉江以南阻敌 于是第二个意外发生了 按照本来的路线 180师应该撤退到春川附近部防 可是现在他们要守在汉江南岸 直到伤员全部撤离 就在此时 第三个意外接踵而至 右翼的63军突然撤退 180师的处境变得无比危险 美军很容易发现他们的空虚之处 等到第二天天一亮 局面就会变得无比被动 180师向60军发电报请示 60军首长也无法决断 虽向兵团处发电报询问 然而此时 兵团电台被炸毁 迟迟无法回复 60军只得下令180师就地驻守 这个命令让180师 错过了撤离的最佳时间点 彻底断绝了他们的撤退希望 为之后的汉江悲剧埋下了影子 5月24日凌晨 志愿军65军也后撤了 180师所处地区的缺口 进一步扩大 美军的反应再慢 也逐渐摸清了战场局势 开始有意地深入穿插 想要包围180师 此时180师的高层指战员 也想过立即撤退 但是上级命令他们坚守阵地 他们就必须死死地定在那里 不能撤退 因为在战场上 前线部队面临着极其艰难的环境和压力 而且通常只能获得有限的信息和指令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对于后方实际情况的了解非常有限 一旦阻敌部队后撤 可能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长驱直入攻击我后方 对战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危险 造成严重的后果 因此180师只能继续守在阵地上 直到5月24日下午 军首长眼看情况越发危急 而兵团电报一直未回复 所以咬牙下令180师撤退 另外两个师负责支援 可是因为敌人的疯狂围攻 接应的两个师都没有到达指定位置 180师必须独自撤退 这一路过得无比艰难 等到26日黄昏 部队分批突围 情况更加恶劣 180师已经断粮数天 战士们只能挖野菜冲击 等到5月28日 美军的包围圈已经完成 180师丧失了整舰制撤退的机会 无奈之下 师首长下令分散突围 在朝鲜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分散突围意味着失去组织 整个师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一直到6月初 规见的180师战士只有4000余人 一大半的战士或阵亡或失踪或被俘 这个师的编制相当于被抹除了 这是志愿军战史上最惨痛的一幕 数千将士血洒汗江 留下了无尽的伤痛 直到现在依然未曾愈合 在将来也会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